我們每一次都在看那個天下啊 或者是看那些非常感動的影片啊 都覺得芬蘭做得好好喔 汪美做得好好喔 但是等到我們走過台南回到學校現場 還是這樣啊 是不是都很感動啊 但是我們就發覺到說DF7 它帶來這個奇蹟 它可以讓我們真的培養孩子 解決問題的問題 它可以培養孩子 關心的是生活這麼早的問題 我們學校第一年帶DFC 其實老師有一些聲音 他們覺得我們為什麼要把一門課給DFC 二年級的彈性課程 其實有七八個課程在爭奪四個位置 就在課大會的時候 當提出來DFC的時候 我也不會演 或是每個人都知道 坐在我前面的老師 就把手機械裡面拿出來 把我平坡就 就彈起來在那裡 這個真的是 把我們看起來其實是不合格的 我們用孩子產生的故事 他們的行動故事 是說服全校最有130個老師 他們看到孩子真心的喜歡這門課 然後願意自己犧牲下課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每個學校一定會有一群老師 他願意改變 一定會有 你會選擇老師這個行業 二十三年就是你希望去改變別人嗎 剛好配合DFC的種子學校計畫 我們課發會有通過說 我們的國二八年級 要繼續用DFC 很多老師看我做會說我很支持 但是一起來嗎 不不不太忙了 所以我覺得很實際的 DFC團隊就在我背後 那老師就會看到說 真的有專業進來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樣 他引引我們社群的夥伴鼻子 交流對教育的想法 因為我們老師在那邊 平常不會去聊這些 你知道嗎 我們平常去聊說 我們下一個學期要做什麼 我們平常去聊說 我們對教育的想法是什麼 有的時候 通過外部專業的力量進來 激盪 上內社群的專業對話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覺得DFC給我的支持就是 他很完整的幫我整合了 所有我之前的疑惑 包括課程設計 包括工備的運作 包括很多DFC裡面的說明 對我們社群那時 在開會非常可怕 高潮跌跡 因為大家就是會爭相講話 然後爭相掏出自己要講的東西 把他自己衝擊到的想法講出來 下學期你會看到那個門庭弱勢 整個學校到了12點大概15分 都是DFC到處 你看到小朋友那個樣子 然後讓他的人生造成了一些很大的改變 我就覺得很高級這樣 他每天一直在學新的東西 然後他看到學成有新的東西之間 他會很血液的行動 所以他每天走在走行上看到我就說 主委你知道我現在超期待功倍的 我說我每天累得要死 你竟然超期待功倍 可是我覺得那個樣子就出來了 你看著他們每天跟你談論的事情 你就會發現他們在改變 以前他就會跟你說都教不完 好累喔 趕課趕著好累 可是現在大家見面的話題是 你的班上了什麼 教了什麼 那個改變是好的 因為他們專注在孩子有沒有改變 但是上DFC他們壓力很大 第一次教到沒有課本 沒有教案的課 他不能期待學生完全按照你的教案 因為學生會給你影響 比較多的答案 然後有陌生的東西 我就比較難學 比較會緊張 又緊張又害怕 可是又期待自己可以從中獲得不同 帶來的方式 就是上課的過程 我覺得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 可以扶著自成老師 或我覺得有這句話之後 我就比較安心了 在這樣團體之中 這樣不會說擔心自己的問題 大家碰到的困難都一樣 但是透過討論 你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得到不同的能量去 去針對你遇到的事情去做自己 有社群大家都是困難 這個非常重要 第二個 我也特別跟我同伴的分享 他就是共貝有差 我以為大家說 你共貝有差 透過共貝 通過對話 透過教學演示 去刺激你的想法 因為你一定會走出自己的教學風格 你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把DFC的這個理念 融進去變成教學風格的一部分 你期待DFC 你期待這個老師 因為他因為他是一個人的 像我講的素贏 素贏 學生要素贏 我覺得DFC是 讓老師變成素贏的學習者 老師是不是變成 就是表演學習者 他不是一個 過去的一個 欸有什麼教科書 不是欸 他的陪伴孩子 進入這個情境裡面 一起學習的一個 學習這個樣子 我想要 給老師一些 高峰經驗 就是不一樣的經驗 然後讓他們覺得 做這件事是被肯定的 有一個老師 我都覺得 我說花花婚禮 為了這個活動的看 我都 睡不睡不著 掌握的壓力很大 就像我所見之間 我都做這件事 我看什麼幫助 我都用 培養的方式 希望能夠獲得 學生的學習成長期 希望 希望向學年 還有這份可能 這些制度就跑出來啊 我就很開心 我就跟我們伙伴分享啊 分享什麼 欸 各位老師的 努力 有得到 印證啊 我相信三五年後的大灣國中 絕對會脫胎換骨 你們有沒有相信一門客 孩子會醒過來 或過來 然後他會想要用他的力量 去改變世界 我覺得 其實我最開心的是 我可以跟一群夥伴 感受到 如何讓孩子成長的方法